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很想得开 比如买房子 婆婆先说全款 后来只付了首付 写的还是老两口的名字 婆婆说 没有压力哪有动力 让你们还贷是为了你们好 莫莉心想 说的是 我自己也住 租房子还得出钱呢 老公大理的工资卡 结婚前一天 婆婆把里面的钱取得精光 大理觉得理所当然 莫莉想了一想 也想通了 婚前财产大理做主 取了就取了 不久 公公得了癌症 送过来化疗 婆婆一个人回了老家 莫莉拖着六个月的身孕照顾公公 婆婆在朋友圈各种晒 走亲戚周边游 跳广场舞 莫莉本来有点小想法 很快也被自己开导过去 咱管好自己 做好本分 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 在婆婆拖着大理的外婆来家常住之前 莫莉一直靠为大的阿Q精神胜利法所向披靡 硬生生地把苦日子凝成了一条绳 一串子事都变成了绳子上的花 儿子半岁的时候 莫莉要回去上包 大理对莫莉说 我妈来照顾宝宝 顺带把我外婆接来看看 老人没来过大城市 莫莉瞅了大理一眼 大理赶紧接口 住两天就走 大理的外婆已经九十多岁 一双四女一子 儿子继承了老家的房子 和各种财产 在外经商 没时间照顾老人 公公在世的时候 婆婆们几个姐妹轮流 一家照顾一个月 公公去世之后 婆婆说自己没负担了 要好好经经孝心 所以婆婆来莫莉家 除了带着自己的家家 还带着外婆 莫莉的精神胜利大法 这次没起作用 她心里只打鼓 儿子只有半岁 一老一小 这行不行啊 看着情形也不像住两天就走 莫莉头一天回去上班 不过三个小时 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宝宝不吃奶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赶紧回来看看 莫莉回家一看 家里乱成一团 玩具扔的到处都是 外婆耳朵不好 电视机声音开得老大 桌子上背盘狼藉 洗碗池的水流到了地上 儿子躺在摇篮里 娃娃打哭 她以前不知道鸡飞狗跳是什么意思 内克深觉得这是个好词 从这天开始 她请假回去救火 就成了常事 有时候刚到办公室 家里的电话就来了 不是儿子哭 就是外婆要散步 没人照顾宝宝 到后来领导本来派给她的活 也给了别人 第一个月 莫莉扣除了各种考勤 查岗 工资不到一千块 莫莉欲哭无泪 拿着工资来跟大理商量 让外婆先回去 让咱妈先专心照顾宝宝一段时间 等我工资上来 找了保姆 再见外婆来 大理点点头说 我妈要是不愿意 你多体谅体谅 想想我爸 不知道大理怎么跟着妈说的 第二天大理去上班 婆婆开始摔摔打打 为什么不让我妈来住 那是我妈 这房子是我的名 我妈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想住就住多久 不想住得自己滚蛋 莫莉呢 并不想跟婆婆发生正面冲突 她一边数羊 一边若无其事的吃饭 然后一不留神 就看到了外婆 尿失禁 沙发上一摊尿字 宝宝在沙发上排来排去 直接爬过去啃伤了那堆尿字 莫莉忍不住了 她丢了饭碗 对婆婆说 妈 你想住多久 我没意见 但是姥姥不行 你如果不想带宝宝 我自己带 就不麻烦你了 婆婆更生气了 我就知道是你做的事 我儿子才不会说这种话 莫莉没吭声 直接去上班了 等晚上莫莉回去看到一屋子人 才知道什么叫做捅了马蜂窝 大理的舅舅来了 大理的四个姨妈来了三个 大理正殷勤着倒茶赔不赤 就差下跪了 莫莉冷笑 这也就三堂会省了 舅舅先发话 莫莉 你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 娶媳妇回来是给父母养老的 你不让你外婆来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莫莉满脸堆笑 一枪比试 舅 你媳妇娶回来是上香的 别人媳妇娶来给你妈养老送终 怪不得舅舅你发财了 你就是高 舅舅财大气粗惯了 立即被气得发抖 指着莫莉 你看你看 大理啊 你的媳妇行啊 婆婆立刻大哭 闹着要找绳子上吊 婆婆一边找绳子上吊 一边逼大理 你爸在世的时候 你和你爸从来没跟我说个不字 现在你爸一走 你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 我活着你们都暗眼是不是 没找到绳子 她一头朝儿子身上撞去 大理扶着她妈眼圈红了 莫莉不想继续这场闹剧 抱起宝宝对婆婆说 我同意离婚 宁差十座庙不悔装婚 婆婆 我不会让你妈来 就会遭报应 你老人家胆大 不怕遭报应 莫莉抱着孩子回了老家 一周后大理上门来接莫莉 莫莉问她 你外婆和你妈走了吗 大理低着脑袋不说话 莫莉一脚踹过去 大理一个凉枪 仍然白着脸 一句话不说 莫莉她爸突然一拳一拐地跑出来 夸张地叫 哎呀 大理大理 我前几天出门啊 被车蹭了一下 腿不行了 我得去你们那住几天 走走走 一起去 大理一叠声说 好好好好 小小的两句事 一下子多了三个人 不知道怎么住 莫莉爸爸哼哼唧唧 没事没事 我睡沙发 请家母睡卧室 应该的 结果她每天晚上总是睡不好 一会儿起来一趟 婆婆的脸色 越来越不好了 第四天 莫莉爸爸又去药店 给自己的腿打了一层纱布 贴了一层膏药 在家里彻底不动了 婆婆每天做饭 做好了还得端上来给她吃 她除了嘟嘟宝宝 一拳一拐地上厕所 碗不洗 手不动 婆婆找机会 对大理和莫莉发火 这是让我凑老爷子吗 凭什么 莫莉看着家里一团乱 只是宝宝勿哭 她也就忍着 而她和大理的矛盾 从婆媳关系 转化成了小夫妻 对两对老人 再也没吵过假 莫莉爸爸不找女儿诉苦 一直拉着大理 哭怂着脸 给女婿添麻烦了 给亲家母添麻烦了 大理对不起 一周之后 有苦说不出的婆婆受不了 带着外婆走了 莫莉爸爸把腿上的纱布一拆 对莫莉说 我这条老寒腿啊 也金贵几天 你说的对 媳妇不能跟婆婆发生正面冲突 不能影响小家庭的和谐 我还得去你那个舅舅家一趟 莫莉爸爸回乡 去了舅舅家 她嗓门大 雨不惊人死不休 她大着嗓门 对大理的舅舅说 老弟啊 你别把你老娘退给我女儿了 你看这样中不中 你要是生意忙 我把你老娘借我那养几天 我清闲也没娘 多一口饭饮得起 看着舅舅脸憋得冲红 她改口说 我来这一趟啊 我女儿不知道 你说你们全家上门去找我女儿 我要是个混蛋爹 我还打回去 我女儿不让啊 我这不就偷偷摸摸的来了 她还偷偷摸摸 舅舅恨不得啊 把窗户关上 一年后 莫莉爸爸给她打电话 现在怎样 莫莉在电话里 给她爸爸竖了个大拇指 当时莫莉爸爸帮着 请了几个月的保姆 等莫莉工作上了正轨 就自己出钱了 婆婆偶尔来住 但已经不再插手夫妻俩的事 外婆跟着舅舅生活状况未知 但是几个姨妈总会去看看 总吃的穿的 想起来不会太炸 新买的房子也在莫莉名下 莫莉爸爸说 行 你爸这辈子就赖皮了这一回 莫莉哈哈打笑 生活还在继续 牙齿碰着舌头的时候 总会有 遇事啊 解决总会慢慢变好 莫莉深信 这一点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自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让我拍嗦 Bonus 点击 扬台 镇 镭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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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